佛光人手持指带沿街爱护的到灾民家中 制证慰问节原品 看到佛光会成员的热忱 苏澳地区当地的民众露出了许久未见的笑容 在星云大师的指示下 佛光人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蓝阳别院住持永光法师 以及国际佛光会 动员了宜兰当地的峰会成员 以及各界给予的救助品 随着法师们的步伐 在苏澳重灾区展开发送作业 藉由佛光人真诚的慰藉与鼓励 让灾民早日度过心灵的创伤 在这一纸指带里 有星云大师特别为建国百年提字的 巧智会心莫保春联 期待新的一年 以智勇度过难关 以会心造福人群 另外还有平安米以及大杯咒水 希望苏澳地区民众安定身心 迎接未来 雪碎新闻 吴玉如 吴世伟 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